欢迎收看《早安台湾》 我是谢一伦 首先要带您看到的头条焦点是 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跟欧盟对外事务秘书长沙尼诺 在华府召开了美欧中国议题对话 以及印太资商会议 会后联合声明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也关切近期大陆因为清零政策引发的白纸革命 雪曼出席美国大学活动时就表示了 美国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 但是他认为两岸爆发战争是很有可能的 美国有关我们的一中国政策 我们有关我们的一中国政策 我们的一中国政策 我们有关我们的一中国政策 我们没有支持台湾的一切 但是是的 我认为战争可能是可能的 因为中国在中国现在有完全的控制 如果他必须使用车的话他会 两人在会议后也联合发出声明 台湾的部分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攸关美国还有欧盟的利益 影响区域跟全球的安全繁荣 对于中国增加台海危机风险的挑衅表达关切 认为这不但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对区域甚至全球的繁荣也都会有重大影响 就重申了对于维持现状的承诺 并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重申长久以来对台的立场 欧挂了各自一中政策 没有改变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